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干嘛谈啊 我们家吧 就是从农村来的 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上大学呢 生活费都是我平时打工 还有奖学金赚来的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 没有条件去谈恋爱 那就别谈呢 你们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吧 说得头头是道 你还谈了一年 他当时是追了我两年 我追了他两年多 当时就特别喜欢他 知道吗 那就在一起不就得了吗 但是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我不经意的一句话 他总会为此就跟我大吵一架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句话的事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一句话 我觉得他有时候他总是看不起我 你说说吧 我不太能理解和体会这个 就比如说就快毕业了嘛 我就攒了一点钱 虽然不多 我就像带他出去旅游散散心 好 就去北京 有个农家院 哎呀 说起这旅游 我真的好生气啊 人家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 他从来没带我出去旅游过 第一次旅游又是毕业旅游 好 他人家其他男朋友都多浪漫的 带女朋友去海边玩呀 去度假村玩呀 他可倒好 带我去了一个那样的农家了 你不就觉得我没钱 我倒是可生气了 你不觉得我没钱 不能带你去那么好的地方玩是吗 没有 农家院怎么了 我觉得农家挺好的呀 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面长大 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他作为男朋友应该考虑到 我有这个问题 我是考虑到了 我们在去之前 他让我把被子床单 枕进枕头 全入心理箱背着 我们折着两个大心理箱去 我觉得很正常 去的时候人家坐在车上 人家都问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是搬家的吧 我觉得当时就觉得特别尴尬 你也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对呀 我觉得很正常 他为这事 他就觉得我矫情 对对对 你不知道 他去了农家乐之后 他又嫌人家饭 不干净 不敢吃 餐具没消毒 又觉得那床不干净 又觉得那马肚不敢用 到时就闲点闲点 我就看过他那娇生惯养的样子 对 我当时就是 能不上厕所的 坚决憋着 你应该带马桶一起去呀 没有 我当时 他说在网上选的嘛 然后我看他心意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到去到那 我真的是 当时一下就活了 那你怪他了吗 怪了 当时抱怨了几句 他就为此生气 非要跟我闹分手了 后来就 其实我当初选择 带他去农家院 也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嘛 以后假如要真的走下去的话 他肯定会去我们家 对不对 去呗 我就想提前让他感受一下农村的环境 农家院那环境 比我们家真的好太多了 他在那儿都睡不着觉 真的是 你说以后去我们家 难道背着被子 背着枕头去我们家吗 那我们家没有马桶 让我爸给他造个马桶出来吗 你说 我对这些地方 他们的感情不一样 我觉得忍受力是不一样的 还有别的事吗 小伙子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嘛 我想送给他一点好的礼物 就是我就省市捡运 我打工一个多月攒了点钱 给他买了一个钱包 挺贵的 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我送他钱包的时候 他掏出六百块钱给我 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要能省六百块 肯定是平常就吃馒头啊 喝粥啊这种就省下来了 你说我作为女朋友看到他省钱 给我买个那么贵的东西 我作为女朋友肯定不能接受呀 当我买东西给你有乐意啊 我愿意给你买啊 但是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 那你还不如拿那钱 好好地去生活 好好地对自己一下呢 你给我钱你是在试试我吗 是在怜悯我吗 那你可以送一点便宜的东西啊 你干嘛送那么贵的 我试试我一点便宜的东西啊 但是你用过吗 我以前送过你便宜的包 你用过吗 我咋没有啊 你不就觉得他们便宜 觉得low 配不上你 让你很丢脸是吗 不是啊 我就不想说 他的品位确实有点低啊 所以我就觉得 嗯 嗯 嗯 那你不就是看不起我吗 不是觉得我品味多吗 我觉得这外贸的东西以后 随着随着在一起嘛 就可以提升起来 哦 没有特别 你品味高 你知道他那衣服都是 一般都是洗了好几次 都有些洗白了 还在穿 好看呢 说你这衣服我就更生气 哦 每次他让我去 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 他说七天给我买衣服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你什么目的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 你是觉得我穿得特别low 让你见你朋友 谁都不想自己男朋友 去见朋友的时候 穿得高高大大帅帅气气的 是是是是 你给我买了衣服 我穿我就不舒服 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觉得我甜甜甜甜蜜 刚刚情形挺大方的呀 所以你就会这些事 你就觉得我不体谅你 你是不是太玻璃心了 现在大喜啊 一个23一个22 大四快毕业了 大四我们快毕业了 毕业有什么打算吗 有 我当时他不是先说了考研吗 他想说考研 然后我当时就说 哎 既然他考研 我爸妈虽然想让我工作 但是我还是决定考研了 你考研 对 然后当时我在外面都做好房子了 结果他说不考就不考了 工作完了以后在考研是个正路 我倒是反对读完本科就考研了 然后他就不理解我 他就说我怎么突然就不考研 我当时就说 行 如果你是因为家庭的情况 那我借钱给你 不挺好的吗 我也想为他分担一些 他借钱给我这什么意思 你说我没钱他借钱给我 那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难道都要依靠你是吗 我当时就觉得他特别玻璃心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说 行 你既然想工作 那我陪你工作吧 工作 然后我跟我父母说 我决定工作了 我父母还退一时一过来说 看看我的男朋友 他见到我妈妈以后 就特别生气 又跟我大吵了一下 为什么呀 你妈那什么意思啊 他妈说 我妈能有什么意思啊 等到我毕业以后 去他们家 跟他一起生活 工作给我安排好了 房子给我买好了 让我上门给他 到上门女去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这自尊性 我真的受不了 真的 不是 你爱他吗 还行吧 我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我虽然穷 我穷有骨气 我穷穷的耿直 我真的我不想 贪图你一分钱 我父母当时可能就觉得 年轻人少奋斗一点 挺好的 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你妈就觉得我家里穷 觉得我家里穷 没有关系 没有人脉 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 以后照顾不好你 照顾不好你是吗 没有 他永远都是在 排斥我的所有东西 他朋友就是说第一次正式的见我们 让我请客 我说我觉得也可以啊 然后他当时来了一句 他平时打工哪有几个钱 还是他付吧 我当时我听这话 我真的自尊性特别尴尬 这有什么尴尬的 你说他在他朋友面前说我没钱 说我买不起单 你是不是没钱 我是没钱 你买得起单吗 买得起当时 买得起吗 买得起 还撑面子 买完蛋以后后面吃什么呀 那我就省事前又一点吧 买不起就买不起嘛 我觉得当时他 读书期间一个穷学生 有什么呀 所以我当时就说我买 然后我就把钱包给他了 他说我是丢给他的 我嫌弃他了 当时他把钱包丢给我 让我去买单 我觉得他在他朋友面前 就是这么说 不尊重你 对 我觉得我真的是 自尊性特别受伤 分手 我支持 我觉得这不是分手 他调整一下心态 我们俩都大气一点 都退一半 你俩都咋调啊 这挺好的嘛 咋好呢 我觉得他就 调整一下心态 就没什么的嘛 我觉得根本不是我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 给不了你想要的 那么优越的生活 你一个大人 我现在也没有自责 没有条件 你去享受 你就是小气 你就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就是小气 所以啊 就是不喜欢我的 是不是不喜欢了 也不喜欢 还行吧 哎呀 那么伤害你 你还行啊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还无理取闹一点嘛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谁无理取闹了 他有时候也 谁无理取闹了 我女朋友嘛 你提亮提亮我 不就好了吗 我也不是呢 我觉得他有时候 这说话特别伤我自尊 你知道吗 你就是没听他说了什么话吧 反正我 我就觉得我自尊心 收不了 我觉得我作为我自尊心 真的收不了 行 我穷的真理 我穷的有骨气 我穷的耿直 我真的不想 依靠他一分 那你要女朋友干什么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去依靠一个女人 那你要女朋友干什么 那我在旁边 不能替你分担 你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排斥我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 那我还能做什么 我作为一个女朋友 我什么意义都没有 你还没听明白啊 他不需要你 快走吧 不是 他还是挺喜欢我的 不是这意思 不是 他还是挺喜欢我的 所以那你就正面回答 他那个问题 你需要他干嘛 我需要一个女朋友 能够跟我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一起同甘功苦 而不是 奋斗 努力 同甘功苦 一起有我们的目标 你说的同甘功苦 就是他能平常都是我们出去 能坐公交车的 他坚决走路 能走路 能打车的 他坚决坐公交车 这样就是你的同甘功苦 我现在条件不太好 我不想找你一起 整天拉我去玩 又去这玩 去那玩 然后整天吃这个吃那个 我现在没有条件 没有资格去 做这种 去享受 我觉得年轻人嘛 都应该多体验体验生活嘛 不然老了你说 你再说一遍你话 年轻人 大声说 年轻人应该多体验体验 各种生活 各种生活 那咋农家乐就住不了呢 所以你们俩的问题是一样的 谈不谈啊 想不想好 好 从今天开始 跟人住农家院去 先住一个月 不许带废入去 听见没有 行还是不行 行还是不行 行 你看看 行啊嘛 问你 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 我还是 不接受他父母安排的工作 咱自己找啊 这就有一点不好吧 你跟不跟人家 跟 跟就行 我现在心里也很矛盾 矛盾啥啊 我觉得我们俩 家庭条件 悬殊真的特别大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 没事 这事好办 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我特别谢谢 那个回家跟你爸妈说 把所有的存款 全部都捐掉 这行了吧兄弟 他要真的能够 为我做那么多 那我觉得也可以 可以是吧 就把他们家家产全捐了 是吧 也不是说全捐了 我觉得 这个条件真的 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觉得作为我的女朋友 应该朴素一点 你咋不挑个朴素的女朋友 非要跟他呢 就是当时他追了我两年 时间挺多的 你们大概就他一个人追你吧 还有其他女生追你吗 其他的 有那么几个 是吗 没有啦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我虽然 我这个人吧 就是比较积极上进 没看出来 说句实话 就您这没法积极上进 我看出来了 真分假分 真分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分手的原因是他们家条件好 你们家条件不好 也不是 就是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他也不是特别理解我 然后 有时候我觉得自信特别受伤 我觉得 不能够再忍下去了 听懂没 我 不 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调整 调整心态 对我大气一点 行吧 不要跟他听心气讲 这个把心胸调大的事 交给你们仨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圈 有的男人是被自大冲昏的头脑 你是被自卑心摧毁了头脑 你在嘴上说 你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要不断贬低你女朋友的家庭 让他不断的家庭下坠 才能吻合你的这种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平和 这个女孩马上给你六百块钱 你会想 这姑娘真体贴我 她为什么给我六百块钱 因为她知道我生活困难 她能体会到我攒钱的不容易 而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感谢她理解 能找到这样一个姑娘不容易 你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变得如何强大 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一个别人 跟你站在一个甚至比你低的水平上 来个满足你那种比较卑微的男人那种心态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展现给大家的吗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就想提醒你 造成你今天很多一些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是来自于你深深的自卑 但是克服和化解你这个自卑 你不能用 让别人比你姿态更低 条件更不如你来化解 先说你 难道恋人之间表达爱意 表达感情的方式仅仅只有钱吗 我觉得不是啊 你明知道她很介意 为什么每一次你表达你的心意的时候 都要用钱来刺痛她 也不是钱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想体谅体谅她 你觉得是她的心态的问题 对 我觉得其实她应该 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情侣之间挺正常 而且我作为女朋友 一直想替她分担些什么 如果她是一个心胸很宽大的 我再品嘗一下 ee he 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内心极度的不平衡 即便是一个爱你的女生 你的心理不平衡 也会体现在凭什么 我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 她却可以出生在那样的一个家庭 这样的一种心理不平衡 一旦带入到爱情 或者将来到结婚的婚姻过程当中的话 你对你的岳父岳母 对你的女朋友 不会有感恩的想法 你只感受得到失色 你知道慷慨和挥霍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 不知道 慷慨 是把自己觉得很珍惜的东西 比如说自己挣来的钱 小心翼翼 在不伤害对方自尊的情况下 和对方一起分享 挥霍就不一样 挥霍是把自己认为不重要 或者是不是由自己挣来的 是不劳而获挣来的东西 在别人面前施舍 而你显然是一种挥霍 但凡是你们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 比如说 如果他不是自卑 他是自强 你们都可以在一起 又或者你不是挥霍 你是慷慨 你们也可以在一起 但问题是你们两个人都不是 一个敏感 自卑 一个挥霍 大条 所以你们两个人是万万不可以在一起 如果你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生 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生 倒可以帮助她克服内心的自卑 但你不是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强 而不是自卑的男人 倒可以帮助这个傻乎乎的女生 开始学习 珍惜钱财 简朴的生活 但你们两个都不是 所以你们一定不可以在一起 就这样 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 我们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面 没有人可以选择 自己有信心去努力改变吗 这不就够了吗 恋爱有的时候 特别容易 真往前走的时候 特别难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 像刚刚老师他们说的 我很多地方 我觉得 我在父母这些钱的方面 我确实做得特别够好 我觉得我在 如果我们俩继续走下去以后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打工 一起去改变 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多读书 我也希望你也能改变一下 多体谅体谅我 现在我内心也很矛盾 真的我也挺难过的 让我考虑考虑吧 我其实觉得 我们俩都需要去成长 我一直以为 我给你的是最好的 后来发现 现在发现真的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都需要 一起去成长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年轻人 在大学校园里面 他们相爱了 但是在这个爱的背后 好像两个家庭的家庭背景 却让他们陷入到了一个 想爱又不敢爱 爱了又不知道怎么去爱的 一个特别胶着的一种 精神状态 或者叫心理状态里 看看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 请开门 来吧姑娘 跟男生说再见 希望你以后会更好 人家挺好的呀 希望你自己呢 希望我也能快点长大 哦 赶紧长大吧 回去吧姑娘 嗯